达到台北成为更幸福 更宜居的城市 请支持黄珊珊 莫扎特歌剧《摩迪》是童话也是预言 如果改编成金句会有多好玩 轻易飙唱夜后的涌叹调 花脸变身热舞的捕鸟人 王子遇见了怪兽 小动物开心跑跳 11月6日台北国家戏剧院 欢迎大手牵小手 展开奇幻的中西音乐之旅 李宝春新编金句 摩迪 老少嫌疑 OpenTix售票系统热卖中 老公 我们家的冷气跟冰箱使用都超过十年了 是不是该淘汰了 是啊 使用老旧耗能设备 除了耗电外还会伤荷包呢 好家在 台北市政府现在扩大补助住宅冷气和冰箱 每台补助新台币3000元 自从社区申请补助全面换装变频冷气后 每个月管理费减少得非常有感呢 哇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赶快来申请 让我们一起智慧节电 迈向联合国SDG7永续能源目标 相信请搜寻台北市智慧节电网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通膨升息 狂超来袭 你需要化为机微转机 统一A级美元优质公司债ETF 下单代号00853B 瞄准信用A级企业 包括智慧手机之王苹果 电商龙头亚马逊 股神巴菲特的波克夏 让你存好债 每季收息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深够浅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加均指数从本破段的低点 12629 12629 今年的盘中低点 谈升到今天的高点12954 也就是说也谈了300点上来 300多点了 另外台币这两天也升了两脚上来 两脚多一点点 不过我们看到整个景气的相关讯息 还是看起来是值得忧虑 比如今天国发会公布出来 这个景气灯号 景气对策信号 景气灯号 居然是亮黄蓝灯 我个人完全不意外 因为上个月就只差一分 就从绿灯要亮黄蓝灯了 所以这一分是肯定要跌破的 但是一下子跌到了快蓝灯 我还挺意外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景气灯号 有五个灯号 那个蓝灯是16分到9分 今天一口气跌到17分 也就是说下个月再跌一分 就进入到蓝灯了 那个蓝灯很久没来过了 我们看到这九项指标里面 其实已经有五项亮出蓝灯了 只有四项是 现在目前是绿灯 另外五项是蓝灯 而且有五个指标 都是全面在往下掉的一个状况 这等一下我们详细再跟各位讲 我们开始先来谈一下 消费信息指数 在谈这些总经指标之前 先跟各位报告 我们财经一路发节目 有这个Podcast 那大家如果是iPhone手机的话 都是内建的 这个App 你就直接到Podcast 就可以打财经一路发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Podcast 我们的Podcast有 单独为Podcast制作的内容 也有就是把我们广播节目的内容 放上去的 我们广播节目内容放上去 有个人讲的 也有我们访问来宾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那个 我们广播是有那个整点 要进广告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会把来宾的声音 咔掉或者主持人没有讲完 我尽量都会抓到这个 进广告前结束 不过有时候会 因为某些访谈的情境 或者是说时间没看准 会稍微操描 会断掉 所以如果听Podcast的听众朋友 可能也要稍微包涵一下 就我们不是故意没讲完 如果是我们专门为Podcast 录了节目 我们不会没讲完 一定会讲完 但是如果广播 我们直接放上去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也请大家多支持我们 财经一路发的Podcast 您上那个商业栏目可以找到 或者说您 直接点选搜寻 您就打财经一路发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Podcast的节目 那我们的节目 都可以随选重听 你也可以在上面 给我们一些指导 同时呢 帮我们按一些好评 那如果你要复评的话 我也是接受了 好啦 赶快来我们来请教 中央大学财经中心的吴大任老师 经济 对不起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大任老师 谈一下10月份的CCI也是掉到13年来的新低 吴老师你好 阮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不是iPhone也有啦 你就直接上去那个store 就可以找到Podcast的那个app 你就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好 那吴老师这个消费信息居然跌到61.22点 这可以讲说非常低迷耶 没错 他是创了98年11月以来的最低 已经是13年 所以大概是从金融海啸到现在 目前是消费信息最低迷的时候 哇 看起来好像还会再继续跌是吧 其实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对 因为看起来景气是有下修的可能 好 那各项指标可以帮我们来详细讲一下 OK 我们这次六个分项指标里面呢 只有一项非常小幅的上升 就是物价水准 是 那表示呢 那个 因为他只有上升0.3点 所以在统计上 他不算是显著的变动 所以跟上个月是持平的状态 不过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其实现在全球的需求在下滑 那国际的大宗商品呢 其实他价格又下跌一段了 那只是我们新台币是贬值嘛 所以或许大家还没有太深的感受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啊 就是大家对那个物价的那个感受 其实是慢慢的就会习惯了 但是 但绝对的分数呢 还是非常的低 就是只有27.2分 那这样的情况呢 我看了一下就是细部的调查结果 就是现在目前呢 还是有95%以上的人 他们在问卷里面的回答 是认为未来半年 物价还是会继续涨 所以对物价上涨的忧虑 其实还是蛮深的 那另外呢 五个分项指标 另外五个分项指标都是下跌 那其中跌的最重的 是购买耐久财时机 那耐久性财货货购买时机呢 这一次是跌了4.05点 但是它虽然跌那么重 但是它还是在104.3 就是还是在乐观的状态 只是相对去年同期 它跌了12.5 那相对于下个月 上个月是跌了4.05点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它当然主要还是在反映房地产 因为那个房地产呢 虽然现在已经开始 逐渐进入不景气 股市也跌了很重 但是呢 房地产的这个信心 看起来还是维持在乐观 因为我们除了耐久性财货购买时机之外 还有一个独立的房地产信心指标 那房地产信心指标呢 这一次也是小跌了0.05点 那它的位置是在102.65 那所以说还是超过100分 算是乐观的这个状态 但是呢 就是耐久财呢 它除了房地产之外 当然还包括汽机车啦 家电啦等等 那因为我们都了解 台湾的出口其实是有在下修啦 所以相关的这个制造业 他们的接单情况也不理想嘛 所以景气灯号才会 慢慢转到接近蓝灯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也是显示 如果这个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 那很可能我们在第四季 就会开始会看到一些五星价 或者是事业人口的上升 那这部分呢 它会为那个家庭经济啊 带来一些冲击啦 就家庭的所得 其实会有下降的风险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那个很多民众 对耐久性财货的这个购买 他的信心 应该也是会慢慢的下来 那只是目前还维持在乐观 对啊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友达财报出来 第三季居然亏了超过百亿嘛 对啊 巨亏啊 所以可见很多产业 他们可能已经不是成长性的问题 而是已经出现了严重亏损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老板尊杰支出可能是势在必行 刚刚谈到无心价这些问题 那看起来消费心价不佳 就是整个大环境面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从今天国发会 所公布出来的景气登号 吴老师我很少看到一个月 老师我可以看到一个月 那个分数可以掉六分 我真的很少看到 从23分掉到17分 这个很罕见 确实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它主要还是受到 整体国际环境的影响 那美国从3月开始升息 还认为 那个没有通货膨胀这件事情 即使有物价上涨 那也是短期的 结果呢 后来我们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们的判断是错了 所以他们的升息时机啊 还有一开始的这个力道 其实都不足了 但是呢 从3月到现在 到9月 10月 他已经升息了12码 就是升了3% 在这么短的期间 那一下 就是把利率调到这么高 我觉得这个会对美国的家庭经济 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冲击 所以其实呢 现在很多情况都已经慢慢在显示 就是全球的这个经济 确实是有下行的风险 那特别是在美国的部分呢 我在之前啊 有特别强调啦 就是因为升息 会让家庭的这个借贷成本上升嘛 那这些钱 就是对家庭来讲 都是必须要支付的 所以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的消费 那其他的消费呢 受到排挤 我个人认为 第一波的排挤 主要可能会影响到 美国的进口产品 那这些进口产品呢 有很多是我们台湾出口的主力啊 那像笔电啊 手机啊 这些可能都会 就是在排挤的项目之中啊 那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个美国呢 他的进口 如果在一开始 他升息的时候 如果进口他能够降下来 其实对他来讲 也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进口下降呢 他的贸易逆差可以改善 那这个对他的GDP是加分的 而且他并没有 直接冲击到本土的产业 那所以说呢 美国的就业市场 在9月以前 其实都还是相当强劲 所以我的判断 他第一波排挤掉的商品 可能是进口商品 那所以说呢 排挤到台湾的出口了 对对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是别人 在帮美国负担 升息的成本嘛 所以呢 联准会有可能会过度升息 那这个呢 对我们的出口 将来说产生的影响 就会越来越大 我们已经看到9月 9月的进出口 9月的出口 已经出现年月双减 今年第一次的状况 这等一下来请教吴老师 Honey 成家的梦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耶 有了梦月成 梦想一定成 南港15分钟 4万3000坪 日系花园新城 泳池度假会所 就像住进五星饭店 宠爱我最爱的baby 首付68万起 买二至四房 梦月成 梦想成真 So easy 爱山林行销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退休蓝图 大家猜猜今天苹果会不会爆雷 我觉得亚马逊应该不会啦 昨天苹果跌耶 对啊苹果昨天跌啊 现在目前盘迁也跌啊 为什么 你们知道它财报不好吗 我觉得应该是受到 微软谷歌的影响 昨天美国科技股 大部分都是跌啦 亚马逊也是跌啊 亚马逊还跌蛮多的耶 爆 哇很多人认为苹果会爆耶 我也觉得苹果可能会爆哦 明天就知道了 美股盘后没有涨吧 啊踩到Warsby哦 踩到Warsby我觉得 我如果 我是没有Warsby了 我如果有Warsby我建议开盘我把它卖掉 或者说弹 开低弹上来一点 我就把它卖掉 因为我看到它 我觉得它可能会跌的 还有一段 但是我 我说我自己啦 我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给建议哦 谢谢 我不知道 我 没关系 我 也有 我 我 想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财政部说 今年第三季罕见 这个进出口同步出现季减 就是叫第二季出现了衰退 是七年来首见 财政部预估第四季出口 还会面临相当程度的压力 那会不会出现出口 持续大幅衰退的状况呢 还是说那是温和衰退 会是什么状况 我们继续来请教中央大学的吴大任老师 吴老师您怎么预估第四季的出口呢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 美国它的升息 从三月开始 一开始它的升息幅度并不大 三月五月都是一码两码 到六月它才是比较大幅度的升息 所以六月七月还有九月 这三次的升息 就势必会对我们第四季的出口 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在去年只有七百多亿美元 那我们在美国的进口国里面是排名第八 但是呢 我们不要忘了 那个中国是对美出口最大的国家 它去年出口金额大概是五千多亿 那我们台湾呢 最大的出口地区是中国嘛 而且呢 它的内容还是以那个零组件为主 那光是电子零组件 它的占比就超过百分之五十 所以呢 当美国它的消费下降 它除了影响到台湾之外 其实中国是首当其冲 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在第四季应该会显著的下降 那而且呢 中国现在国内 就是在二十大的时候 它也是坚持要清零嘛 所以也会严重的影响到它的消费 跟生产 所以呢 它对 就是中国呢 它对台湾的这些零组件 的所谓的衍生需求 那其实在第四季 有可能会显著的下跌啦 所以呢 如果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对中国的出口 都有严重的衰退的话 那第四季呢 其实是很不乐观 那另外呢 另外全球另外一个 比较大的经济体是欧洲 那我想欧洲就不用讲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欧洲的情况 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不管是通膨 它的通膨甚至比美国还严重 很多国家都已经超过两位数字 就CPI的年增率 那欧洲央行也是非常积极在升息 所以它所产生的消费排挤 一定也会非常的严重 那全球几个大的经济体 现在看起来情况都不怎么乐观 那我想我们台湾在第四季 其实确实是压力很大 我们在八月之前 我们每个月的出口金额大概是400多亿美元 9月掉到370几亿 对 没错 那如果是4月 应该是说第四季 如果掉到譬如说350亿以下 那其实我们的整体的出口衰退 有可能会让我们今年GDP的这个宝山 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宝山我看不容易 明年央行明年都认为只有2.8% 不是央行那个中金院是不是 就认为说就2.8%了嘛 明年根本不可能有3% 确实因为美国升息 所产生的这个消费排挤的影响 其实是累积性的 就是它的影响是会越来越大 那这种情况呢 我的判断啊 大概只能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 就是反映 譬如说失业率的部分 如果突破4.5% 甚至到5%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联组会才有可能开始停止升息 甚至考虑降息 那吴老师您觉得这一次 全世界经济的问题是才刚开始吗 还是说您觉得它会是一个什么位阶呢 其实它是现在进行的事啦 就是现在是往那个全球衰退的方向 在发展 那在这一波的这个不景气里面呢 其实受创最严重的 有可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那我们台湾 当然出口在我们GDP的占比 是高达7成嘛 所以去年我们整体经济表现不错 虽然有疫情 但是经济成长率还是可以超过6% 就是因为去年全球的这个需求很大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好的表现 但是呢成是出口 那今年呢反过来 全球需求大幅下修 那我们的出口就一定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那当然台湾的企业还是很有竞争力啦 但是短期呢你产品再好再便宜 但是很多家庭买不起啊 所以没有订单那也没有用 对啊你看这两天旺宏也说要减厂20%到25%了嘛 对 这个记忆体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年三星讲哦 记忆体要到明年的下半年才会见到回温哦 所以三星已经看到明年下半年 就代表说现在目前的景气循环的修正 可能才是刚刚我老师讲进行式 说不定他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对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台湾很依赖半导体 您刚刚也提到就电子零组件的部分 包括半导体的出口 占台湾的整个出口比重很高 而且是逐年来逐年再升高嘛 好那我们也看到就国际货币经营会 把台湾的人均GDP呢 从这个三万三千多美金啊 调到三万五千美金 首次超过日本 也超过韩国成为东亚地 这边有两个部分我要请教吴老师 第一个人均GDP超过日本 超过韩国有意义吗 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半导体 这个因为韩国商报讲说呢 台湾的生产毛额 国内生产毛额快速成长的基础 在大力支持半导体产业 这是有正相关的一个因素吗 当然因为那个我们 其实整体的科技产业 在去年他们的表现都很好 所以我们不管是出口 还是GDP的成长 都有很好的表现嘛 那当然啊 另外就是今年在算 就是人均GDP 但它还是用美元来计算 那我们新台币呢 贬值的幅度 其实是没有韩元跟日元贬的多嘛 所以这样的计算 对我们还是会比较有利 那当然日本跟韩国呢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 那个严重的问题啦 好像韩国 他从去年到现在 他已经跟进 就是升息 进入全球升息循环里面 他升息了八次 但是呢 还是没有办法把韩元守住嘛 那日本他是还是 因为日本经济本身就很低迷 所以他还是延续 就是当时安倍的一些政策 所以他还是采取最宽松的 货币供给啦 那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升息 所以日元呢 他的蝙幅就很大 超过百分之二十啊 今年以来 那所以说呢 这个其实都是 都是短期的一些影响 那但是呢 台湾确实啊 就是我们在科技产业上面 是非常有竞争力啦 但是呢 现在还是有蛮大的一些隐忧啦 因为台湾就是离中国近嘛 那现在看起来 就是还是有一些地缘政治风险 所以最近在市场上 已经开始在谈去台化 那当然在短期之内呢 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是太大 但是三年五年 那很多国家都是希望把半导体的生产 拉回自己的国内 特别是美国 那所以美国的这个晶片法 它可能未来在三年五年 就是很多厂商开始投资建厂 那这些产能开出来之后 其实还是会对我们台湾的 这个半导体生产产生 比较大的竞争啦 所以但是这是比较长期的问题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还是得密切关注啦 虽然张周摩他认为 美国这样搞 他也不见得会成功 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美国他真正的竞争力 是在于他的创新能力 还有品牌的维持 而不是在制造的 不是在制造 所以他硬要把制造拉回去 然后他用很高的补贴 用降税的这个方式 来希望能够把半导体的生产 留在美国的国内 但是呢 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长期来讲也不见得会成功啦 因为生产它其实是需要团队 对 那我们台湾的工程师是吃苦耐劳 而且长期就是在 就是在市场竞争的这个淬炼之下 其实我们就造就了我们有很强的竞争力嘛 那这些能力呢 你要在其他的国家复制 特别是在美国或者是欧洲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对劳工的这个保护的程度 是远远超过台湾 所以我们的工程师 可以不断的加班 就是卖肝 来创造计较 但是在美国事实上可能是做不到的 好 所以台湾那个护肝的相关保健品 买得蛮好的 非常谢谢 交通安全一定强